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呢我们来聊一下北控对福建的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对于北控来说是一场荣誉之战 现在已经是远离了季后赛 那么对于福建队来说也是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所以这两支球队这场比赛 可以说火摇位应该不是很足 是完完全全的友谊赛 但是按照实力来分析的话 北控队还是占据很大的优势 毕竟在之前的前一次交分中 北控队赢了30多分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也有可能是马布里 职业生涯执教北控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于马布里来说 也三年的执教带领这支北控队 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三年也就是一千多天呀 真的北控球迷日日夜夜的陪伴 换来了球队 今天这个遭遇确实是不应该 一个优秀的球员 也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教练 对于北控这三年的遭遇 我也深表同情 那么我们也不敢 妄称马布里的执教能力不行 只是因为各种原因 机缘巧合之下 拥有那么多球星的北控队 终究没有进入季后赛 感觉是非常可惜 自己的命运没有抓到自己的手里 总是在最后时刻 靠别人 靠别人的放水 来获得苟延残喘的这种机会 确实 北控感觉真的很丢人 说起北控了 北控这支球队的球星真的很多 再加上明星教练马布里 本不应该取得这样的成绩 如今却走到这般填步 谁都不怪 只能怪自己本身 没有把工作做好 也许马布里 这一场比赛是最后一场比赛 下个赛季还真的不知道去哪里 那么也希望这场比赛 马布里能够指挥北控队 能够顺利的拿下福建队 也给自己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